每天晚禮正农婢是用田丘的飞菜来打出提供观光的新建点 仍然新一栋的田丘飞菜就用田丘加图做主题 上下来会比较近代提高阵来用大洲的发通 农婢的条件是用新一栋留下来的火顺技术来飞菜埋养的图 农婢之后用来火顺来飞菜就会加强田丘管理 为希望做的榜上田丘飞菜赶上的时间 苗林燕万林正天丘飞菜 台港玛丽婆大洲土温前夜生活夜 俗生过后在过程间 农婢推出的全新鸡天丘飞菜 结果美国比新年代单身借负通参前论生 邀请大家在单身节的时候带着自己的毛小孩来参加我们单身节的活动 统统的那个稻米是用横的直的然后一直擦 现在这个不行 真的台湾好厉害 台湾的农民好厉害 而且又是再生的 不简单 农婢经验提及郑南京先参加 条平佛凡迪结合同事 腿中既盘鸡天丘飞菜发通 东方言代真南京悠悠大洲发通 国所为榜种天丘飞菜 本年险松的时间 台湾指定用栽生托重建天丘飞菜 每一个品种它的生长的习性都不尽相同 有缝来有再来也甚至有糯米的品种 所以这次所看到的稻田彩绘 在现在来看已经有一些品种 已经长成长出稻穗了 所以长出稻穗的时候呢 它的稻穗分分都是绿色的 所以整个图案也会稍微模糊掉 本年险农飞做天丘飞菜 超过20年丰富的田业奉公 要不要再过突破技术 利用栽生托重建 辞菜鸡图案 每成为美类规划 天丘辞菜鸡设计的参考 每个辞菜田辞成国后 会有限度的应用 学新闻永远的苗里报图